经济部将砸下65亿 推动五年电动车方案 要将重型电动机车 补助加码到一万一千元 但轻型车却降到九千 而小轻型车维持7200元 以25万辆为目标 要换电动车的话 他们其实喜欢骑的还是 就是一般比较轻型的 不是那种重型的电动车 不要图力一些特定的 重型机车的掌上 毕竟那种车子 其实一般人是玩不起的 真的不公平吗 国内电动机车业者指出 重型机车主要只有Gogoro 以及中华汽车开卖 一般民众还是以轻型购买为主 而65亿的预算之中 还要拨出19亿盖电池交换站 而更只有Gogoro用得到 对啊 本来就偏难这些厂商 这些厂商的大部分 都是有规模的厂商 因为他春情补助款的方便 需要我就需要买车 不需要你要送给他 那也不要 提到补助政策 业者气冲冲 虽然环保局统计 2016年申请电动机车 补助的数量达到4547台 2017年第一季 更已经有1241台 不过电动机车销售市占率 却停滞在1.5%左右 让人质疑补助究竟有没有用 补助这个硬体措施 这些 放在车子放在哪里 要设立有充电站 或是交换站 这才是正确的 补助9000喔 对 可是一台大概几万块这样 我对于买电动车没什么兴趣 工业局代局长吕正华回应 电动机车补助政策 还没有向政院报告 不是最后版本 不过政府砸大钱 民众不买单 还引来偏袒传言 恐怕政策方向 真的得好好修改 东森 陈欣 王子 威廉 淘宝 都没有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